有的权限 所以这边的话 每个角色都拥有他自己的权限 但是其实还是很琐碎的,这样设定完之后 基本上我是觉得不是那么好用 我这个可能见仁见智,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那再来就是说呢 密码的部分 他预设至少要七,应该我记得是六个字才对啊 六个字 而且这六个字里面 还必须要包含英文跟数字,你不能全部都数字或全部都英文 所以你必须在输入的时候 不像刚刚我给他密码是1234也可以过 你一定要是 比如说前面加一个什么什么AA 然后1234 或者ABC123这样子 你就是要中英文混杂的一个密码才可以 那存取规则这边有一些限制 等下我做给各位看一下 然后我新增一个角 一个角色 比如说manager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允许他 把所有其他匿名的部分呢 都把它设为 拒绝 OK 这边匿名使用者 所谓匿名使用者 就是说他是来自于 网络的使用者 也就是他没有login的话 他是无法存取的 这边的话呢要做一些相关的设定 最后按完成就好了 然后怎么加 首先的话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好了 第一个 如果我们要在这边 我刚刚有秀给各位看 登录 比如说我增加一个root 然后呢密码的话 我这边就是 像这样 然后当然底下还有让我要保持登录 如果没有的话按一个登录 OK 登录之后就可以进到我们的 这个主画面 主画面进来 这是什么 收藏 资料发生错 我把它先登出好了 再登录一次 这个资料夹 这什么 收藏 我等一下再看一下 这地方 刚进来是没有问题 OK 这个地方 我刚刚修改哪些 步骤 我先说明一下 首先的话呢 如果说你要建立那个登录的 这相关的设定 第一个请各位到这个 网站里面的那个ASP 单内车的主态 那 进到这里面来的话 我们需要做第一个 要新建角色的动作 所以进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那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书上面的这个 十字三页 十字三页 第一步的话呢 请各位先到安全性里面看一下 那我现在已经有建立一个 角色了 那这个角色部分的话 你当然可以建立好几个角色 那这个角色的话 你可以赋予不一样的账号 给他不一样的角色 那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 照安全性里面呢 找到